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继续课程 是一个大个状况 什么意思呢 看上去是不是很好啊 状 实际上大的都是过了 小的都是不急 可见这个羊多了也不好 这小人过了也不对 所以这个度很难把握 这个大象 是一个下面天 下面雷 天雷滚滚的 你说天不是应该在上头吗 如果雷在下面 这叫天打雷劈了 不一样 那是另一话再说 那么这个象呢 代表什么呢 虚光传首先 这是蹲而后大壮 就说这个退隐之后啊 你不能一直退 该出事 该行道 要行 不能光顾自己 但是呢 杂瓜里面有讲 这要不止的意思 告诉你这个 凡事 适可而止 他这个 每一个解释啊 你甚至把这个解释 都可以用在这个挂词 把它换一个名字 就像很多 这个神杀 这个说法不一样 有些代称的一幅号等等 都有替代 都有其他的意思 然后看挂词立真 立于守城 前面呢 都都不立 或者都已经过去 只能守城 不要过度 然后初九开始 那你会发现 每一个谣 怎么回事呢 壮于止 征凶 有福 那阳居 阳卫 按道理都是好的 九二征几 阳居 阴卫 反而好 那初九就不好 那初九呢 就是这个 除书茅庐 出生牛都不怕火 你这个劲儿是好的 是有这个 成心的 这个心不能灭 灭了 你就彻底完了 但是 太冲动了 会想到这个 钱挂 出酒 钱了无用 你不要 太茅草 早晚会碰壁 然后九三就碰壁了 这个小人 用壮君子用网 真理 敌洋驻饭 迎起脚 就是小人呢 看到这种 大背景环境 大势所趋 那么就冲啊 像一直供羊一样 把羊坐 就冲 就会冲 你在看什么时候啊 这个又冲过了 羊去羊位 我认为 就应该这样 愣动性 这个居于下瓜的 极 极力 就是本来这个大象呢 就是过了的意思 那么你在这个当中 你起的作用 就是这个 就代表你 然后君子呢 就知道有所收敛 用网 这个网子啊 解释不一样 如果你把他议会成 就是网住一个 不受 那么这个小人呢 就是用蛮力去补 君子 总之跟小人是相反 不管什么意思 就不这样 就对了 然后这个羊呢 就出到了篱笆 然后把脚都卡住了 后面还有 94呢 羊居一位 一羊 一羊 男女干活 搭配 又平衡了 回王 就这个事过去了呢 我就反省 找到原因了 下次不会了 就不会再 卡住脚了 也像这个大车轮一样 他有方向感了 等等啊 这种解释 也都是各种不同 然后95呢 65 他代表阴的 这两个 这个 就代表另一种势力了 大势一去 无悔 也没什么好后悔的了 我也经历了 我也 你看你是理解成一体的 还是整体的 还是一半一半的 解释也是不一样 那么双六呢 无极必反 阴的又变阳了 看似阴实为阳的一个意思 就是挣扎 宁死不去 宁为玉碎不为瓦旋 等等等等 你看从哪个角度去解释 既不能进又不能退 所以口开不了吃屎 是吧